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本季流感并发重症病例累计有914例 而死亡病例则高达75例 疾管署就表示 国内流感疫情虽然下降了 但是还在流行期 请民众还是要保持警觉 而目前公费流感疫苗还剩下28万多剂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要尽快接种 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 国内2月2号到2月8号 门急诊类流感就诊达82,856人次 比前一周下降了19.5% 社区流行病毒仍以A型H1N1为主 最近一周占了73.5% 不过B型流感占比持续上升 本季流感并发重症病例累计914例 年龄层以65岁以上为主 其中98%病例没有接种本季流感疫苗 而且有近8成具有慢性病史 流感重症死亡病例累计则高达了75例 疾病管制署表示 国内流感疫情持续下降 但还在流行期 提醒民众还是要保持警觉 如果出现呼吸困难 意识改变等流感危险征兆 应尽速就医 并医医师指示服药 以降低引发重症死亡的危险 而截至2月9号为止 全国公费流感疫苗接种数达575.2万剂 目前还剩余28.8万剂 符合公费接种的民众 如果还没有接种 赶紧把握机会 尽速接种 相关的资讯 可以上机关署全球资讯网查询 记得声明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